我从事TST这个行业 今年2019年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 在还没有从事TST之前呢 我就像一般的office lady 已经开始愿眷那种生活 然后就让我碰到TST这个行业 还没有认识TST之前呢 就我们就像一般的那个传统的网卖 就是要拿一笔钱出来混货 当然那个是有风险的啦 TST就零囤货零风险 这个就是TST的好处 其实一般卫生大家的概念就是 可以在家都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我们不会错过孩子的那些成长阶段 也同样可以拥有我们自己的事业 从一个人再打拼到千人反对 看到每个人都在成长都赚到钱 这个就是成就感 很感恩公司就是把TST这个品牌开发到马来西亚 这个让很多妇女女性朋友 就是在家也能够有自己的收入 在TST里呢 我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 我们能发展到跨国生意 就是我们的邻国啊 泰国啊 新加坡啊 印尼 这几个国家都能发展到那里去 在这里呢 要感恩我自己的团队 一家族的宝贝们 嗯 大家辛苦了这五年来 so 未来我们在TST里能够做得更好 大家一起加油 好